OK 好 那 當你把我們的 範例檔的建築做完 零組件模組化的都做完了 那留下 關鍵的零件 關鍵的零件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做 貼圖的轉換運算 好 那這一個零件也可以拿掉 因為這個零件可以用這一個去 轉組成 存檔 好 那這個檔案 切記就是你一定要保留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完成的零件檔 好 那 別讓 不能讓它這個也不用 我們只要留下關鍵零組件 就好了 這一個牆水泥柱 這一個牆水泥柱 兩邊窗戶不一樣 好 這一個窗戶這個窗戶因為比較寬 找一個 找一個 把它們attach在一起 全選 好 那 如果你操作全選操作這個 大家要注意就是不要 場景中還有其他遠遠遙遠 什麼地方 東西留在那裡 好 那在往下執行的時候 如果你怕 中間又漏了什麼東西 沒成功 好 就做一下 Ctrl H鍵 Hold 這個不是存檔 它會做一個暫存 它只會做一個簡單的暫存檔 那 你只要在 Ctrl Auto Shift 那個F 好 就會Fetch 回覆 Hold 跟回覆 它 它是 有檔案的 Reduce 即使我現在Max 當掉了 就在這裡就當掉了 我還可以再 回覆回來 因為那個暫存檔 是在硬碟裡的 好 但你只要每一個檔案做一次暫存 就是一直覆蓋 它不會什麼 AutoBack1 AutoBack2 這種 它就是只有一個 暫存檔 全部覆蓋 好 那我們已經有UV 現在是 原本是UV1 那 我現在呢 要的是 換到 這裡是UV1 所以我現在呢 需要把它換到UV2 好 那 那 我有一些UV的資料想保留 所以我把 你要這樣想 就是反正我現在是 兩層樓 那我把一樓的東西 現在放要做 蓋二樓 但是我想參考一樓的 所有物件 所有的東西 所以就把 一樓的一搬上去 搬到二樓 然後Open UV Editor 好 在這邊開始整個重排 好 那 如果你要省事一點 省事一點 就是 一個一個找出來 先搬到旁邊放 你的這樣子 比較能夠找到 這塊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裡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塊為什麼會是貼這樣 啊 啊是 這個 因為我用了一顆材質球 單獨為它而做 Grow 這是一塊 等一下 接著這個跟這個合併在一起 這塊 這塊昂杜回去放在一起 這個做這種事情 最好是 就是一氣呵成去 完成 好 像隔幾天 可能我就會不記得 之前 這些地方 我是把它重疊在一起的 會忘記這件事 好 所以盡可能 一次把它做完 其實這邊也是合併在一起的 其實這邊也是合併在一起的 好 其實這兩個呢 是可以把它的UV當成同一個 好 那這樣子慢慢排 是一個 就是 其實是要一個一個慢慢排列出來 因為我們這邊都已經整理好 那既然 不過反正既然是二樓 我們也可以就直接讓它 自己排了 好 直接就讓它自己排 只是 會很亂 那最好是人工再整 最好是整理一下 不要讓它這個樣子 因為這樣子的話 真的 你看這一堆細細細 什麼東西 好 那 會造成 你後續 如果人工要修這張貼圖 就會很辛苦 嗯 東西 好 但是我們現在就讓它自己 重整一次 好 因為要排列 可能要花點時間 嗯 再兩度回去一下 因為有一個還是可以講 這個 好 比方說這一堆呢 我希望它們 排的時候不要 它現在是重疊的 我希望它排的時候還是疊在一起 嗯 就啟動group的lock 鎖住 好 那這兩片我也希望它黏在一起 不要黏在一起 之前先處理一下 先處理一下 它的 這個點呢 縫合在一起 嗯 group只能用面的模式 好 這些 好 那這些算是把它group在一起的 好 再去arrange 好 那 剛剛group呢它就不會 重排的時候就不會把你 分開 也就是說 你如果想要 我們如果要用它原本的 我原本已經整理好 像在這裡 我剛剛沒有把它做 這個區域做group 它現在就會分解 好 原本我這裡一定是排在一起的 原本我這裡一定是排在一起的 這邊 左右左右排在一起 那 如果有花些時間把它一個一個挑出來 然後做group 再讓它做重排 就不會 它就會像這裡一樣 這邊 還是留在一起 好 這幾個 這幾個都是group做了 那他們還會留在一起做運算 好 好 那 這裡是 二樓 然後我們要找一樓的 貼圖 一樓的UV Channel 1的 通道1的UV 轉到Channel 2的UV排列上 所以需要動用Render to Texture 好 那 我要用的是Channel 2 去計算 1024可能其實會小一點 好 好 那我們要存到 0.2 Diffuse 那當然 因為我在這個專牆上本來就有設 2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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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Normal 只是呢 因為那個 比例算完以後 它這個Normal應該會很不明顯 這個 這個算過來以後一定很不明顯 好 把它開更強看看 好 用這個方式 再Add Normal Map 存檔的位置 存檔的位置 這個應該是之前算的 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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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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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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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2 3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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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實它們兩個我疊過來的時候 它們兩個方向不一樣 所以那個在做的 使用這個功能的時候 還有 還是有一些前提條件要做檢驗 這邊是我人工疊的 在一開始裁UV就人工疊 就已經有做過方向確定 那這個是我剛剛才疊的 所以這個的UV有問題 所以它Render to Texture出來就是 錯誤的狀態 好 那 還可以救 要讓它重算 Ungroup 但是是哪個方向 把它拆開好了 先拆開 找位置放 這個 這一種 你現在讓它自動排 空間的浪費率會非常高 好 先這樣放 再跑一次Render to Texture 好 因為我只是修正了這兩個窗戶的位置而已 好 嗯 沒排好 它算到 好 這個 我想同學在做的時候 你在自己在 先注意這一個 就不要事後去對UV就對了 好 事先 那個一開始要先對好 好 那這樣子算出來的 開一個空的 滴管吸它 好 它會變成一個 呃 哇 怎麼這麼複雜 應該它只有一個材質才對 砍掉它 那 view整個砍掉比較快 好 沒有 要先做這件事 我已經轉換了啦 好 已經轉換了 我現在告訴它用的是 UV Channel 2 用UV Channel 2的圖 轉換完了以後 然後 這邊搬回一樓 Move回去 二樓搬回一樓 那它圖會整個亂掉 圖會整個亂掉 開材質編輯器 把圖指定進來 把圖指定進來 因為現在它是 我把它壓掉了 二搬回到一 然後告訴它說 這是 現在呢 進來的圖都是Channel 1 這條線怎麼拉不出來 咦 滑鼠 改用指定的 好 那這個是剛剛算壞的 這兩個窗戶是剛剛算壞的 其他都是正常的 好 其他就是現在都是貼圖 所以你可以看到解析度都下降了 好 包含磚牆的部分 解析度都會下降 但是這個 你當然不可能拉這麼近看 所以在這種距離看的時候 它還是正常的狀態 剛剛為什麼拉不出來 咦 現在又可以 再接上這裡 硬體顯示 好 那這樣子呢 就完成轉換的部分 好 但這個地方再修正 好 那 就再拆開來了 好 我們要開始複製 就是零組件 所以這些 開始detach 複製 detach 成一個複製 好 那 那 這一邊就會多出這一個 好 那 然後使用editor transform to a type to a box 這裡 開始修正 它的pivot 好 center xyz對到這個物件 換成minima z對到底部 好 這樣我們比較好操作它的 這個 位置與角度 好 然後 x 的minima 會到這裡 現在pivot在這個角角 現在pivot在這個角角 所以 這個樣子你也比較好做 simmetry 要用local的 自己的pivot所在位置 沒有過去 我現在pivot在哪裡 有一點誤差 pivot還沒對完 還有一個 我要對到這個角角 好 現在pivot在這 還少一個y的 minima 好 這樣就對了 ok 好 那這堵牆的部分 就 這個 這根柱子就做出來 記得 它的平滑群主要處理一下 好 不然的話呢 這裡是1轉過來 這還是1 中間會幫你做平滑畫 就很難看 那再回到移動指令 我們考這個 這個做法很考驗 你大量的應用 snap 鎖點 好 3D鎖點了 這個操作 它很依賴 3D snap lock柱 按spacebar 先對到這來 再說 再來看 因為它 我們還沒對到 好 再把這個打開 x constraint到哪去 怎麼會搬到這來 好 沒關係 每個老師的操作 習慣不一樣 iF8切換到 看哪一個軸向 它現在是哪個軸向 不讓你鎖 你就切換過去 好 讓F8 就是你鎖到以後 iF8切換它 可移動的range 它就會鎖到 定點 看起來我們這個有移動到 換這一個 這一塊 這面牆 要detach出來 嗯? 這什麼東西 選不到 這什麼 這塊是什麼東西 可以鎖到 好 那 一個一個開始 像這一塊要detach出來 因為我們等一下還要繼續複製 所以 每一個物件都要再開始單獨的detach 一個一個拆解 好 這裡也是這一個 我們原本把它當作一體的 這一節 就是 這個區域 就這一塊 現在要開始detach出來 好 那我們才能夠 一樣 再校正 pivot回回去 好 這個就還好 因為我們這個沒有要旋轉 就不需要校正到 我只是希望它回到中間 這樣比較好操作 那這一種就只需要 複製 鎖點 對到 好 那應該要三根 再來一次 就開始做 這樣子的功夫 因為這個其實有一點 這個東西怎麼跑了 什麼時候 這應該是我自己不小心移動到吧 還是我移動到本體 好 操作的時候就是要自己要注意一下 應該是我移動到這個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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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回去 好 那剩下就是跟之前我們的操作一樣 開始 就所有東西在拆解掉以後 開始跟之前的零組件的狀態的時候 然後一樣開始組合 那這個檔案要單獨另外存 那這個檔案要單獨另外存 就是只能這樣 就是只能這樣 就是要這樣跑 財